大家好,我是學長 我們今天開始要開始一個新的系列 這個系列呢,學長會根據網友們在學長影片中的留言 他可能是一些充足問題,一些鬥子問題 或是器材問題等等各方面面的問題 那學長會覺得如果這個問題不錯 那可以值得我們簡單拿出來大家來探討一下的話呢 我就會開一個主題來探討這些事情 那今天是第一期 那我們今天這個問題呢是關於斷水的 那這個網友他告訴我們說 問學長說 如果譬如說我斷水次數可能是兩次 那第一次斷完水以後呢 我要等水流完 或者是不流完就進行下一次給水 這個中間有什麼差別呢 那這個問題呢,其實我覺得是蠻好的 那如果各位有注意看學長平常的充足法的話 我可能80%左右的充足法呢 我都會等前一段的水全部流完 然後呢我才進行第二段給水 當然也有少數呢我會 還沒流完我就給水了 但是佔比比較少 那中間的差別是什麼呢 就在於是說 如果今天呢你第一段的水 你還沒有流完 可能裡面還有個10cc、2cc的水 還沒流完你就給下一段的水 喝起來整體的風味的均勻度會比較好 就等於因為呢你沒有等水全部流完 所以等於說第一段的水跟第二段的水呢 它中間會有一些水 它是原本是在前段的 但是沒有流完的關係 會跟後面這一段的水混合在一起 那這個混合在一起的這一段的風味呢 它的風味物的萃取就會比較多 會導致於呢你喝起來的前段跟後段它的分野 也就是層次的分層不會那麼清楚 但是呢同時它有個好處就是喝起來均勻度會比較好 所以呢 如果你今天想要呈現的是一個 喝起來比較均勻的 尤其是可能對於初學者 或是說你今天不想要喝太複雜的 就層次比較簡單的咖啡的話 其實你第一次斷水 可以不一定要流光 留一點點還沒流光之前就繼續給水的 其實整體喝起來會比較均勻 但是相對來說呢 你的層次也就不會分得那麼清楚嘛 那如果你把第一段跟第二段呢 第一段全部流的差不多了 快乾的時候呢 你再給下一段的水 那你第一段跟第二段呢 如果你的給水技巧好 你可以讓第一段跟第二段的風味呈現 不一樣的風味的話呢 你的層次感就會特別顯著 所以這就是 斷水之後有沒有流乾的最大差別 那學長法講第二個狀況就是 那為什麼學長大部分的手法呢 都是流乾我才給下一段水呢 主要原因在於是 我在進行一些分享的時候 或者說我自己也好啦 我自己大部分的衝出法呢 我都會希望 我能夠對於風味的掌控度更高一點 那怎麼樣更高呢 就是我希望譬如說第一段水我給100cc 我希望它在30秒之內流完 那我希望這個數據本身是精準的 但是如果今天我給100cc的水 流到一半或是流到三分之二的時候 我又給了新一段的水 那我第一段的跟第二段 它們中間的時間的控制上面 你就會不是很精準 所以相對來說 你要進行調整的時候呢 你就可能不知道從何挑起 你就會造成了很多的問號 所以呢基本上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你其實覺得多點層次沒有不好的話 你可以考慮讓水流乾一點 流到乾再給下一段 這樣子對於你的時間控制的精準度 是比較容易控制的 因為一二段分也清楚嘛 OK 那如果 你就是要做前水混後水 就是第一段的水沒有流乾 就要給第二段水可不可以 絕對是可以的 有非常非常多的高手 或是很多的大神 他們也是用這樣的手法來充足 那會不會不好 不會不好 但是你要學習的難度就會高一點 因為它中間不清楚的部分 可能比較多 你就必須要更認真的觀察 譬如說你要觀察我的給水 第一段的給水流到多少的時候呢 要給第二次給水 那盡量讓每一次都要一樣嘛 要不然如果你每一次都不一樣的話 你是不是相對來說你的穩定度就會變差 所以你要更認真的觀察 並且對於味道的敏感度要更清晰 不然的話呢 你中間那個前水混後水的部分呢 容易讓你在修正的時候進行混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結論 到底第一段跟第二段的水能不能互混呢 當然是可以 但是就端看你自己的選擇 如果你想層次好一點 我建議前水跟後水呢 就是不要互混 第一段的給水流乾了再給第二段 那如果你想要均勻一點的話呢 前水跟後水呢 可以適度的互混 好 就是第一段水可以不要流乾 就可以給下一段的水 那在學習方面呢 建議大家 如果你想要簡單 然後明確 可以考慮第一段水流乾了 再給下一段 OK 那我們今天的QA 就差不多說到這邊為止 如果各位有其他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啦 那學長會找一些比較有意思的 而且值得大家探討的一些問題 來跟大家聊一聊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